迷迷克这天路过台安医院 发现街边有家小面馆 看来剖整节清爽 我决定就在这吃晚餐 以干式面点为主 但菜单上还有饺子 山灯烧鸡和红油炒手等 用餐区有一整排数量精人的小菜 卖上看起来都很不错 让我很想什么都来一点 最后决定选由店家配的小菜拼盘 拌了糖醋与姜丝的黑云耳 酸甜有质 吃来爽脆开胃 豆干入味不死咸 吃得到豆香 猪耳朵片到厚薄适中 喷香谈嫩且油香诱人 接着上桌的山东烧鸡 有鲜明的花椒油香气 酱汁里混合了姜蒜酱油醋等 加上葱花与小黄瓜 酸味明亮带辛香 鸡肉口感为韧有咬劲 煮菜水饺皮略后 但还算弹Q 相对显得肉馅有点少 但趁热咬下还带汁 韭菜味浓郁 不沾酱油吃也颇够味 辣子油泼面香辣不过呛 调味温和适中 黄豆芽也够爽脆 趁热拌匀 面条尤其Q弹 但没什么辣劲 红油炒手皮线口感较一般 酸味多于辣味 麻辣三宝则把猪耳朵 牛腱豆干加一起凉拌 虽然爽口 不过不麻也不辣 有些明不腐实 整体来说 这里口味江南定义到底是川式还是鲁式 只能算偏外神口味的家常面馆 虽然价格略高 辣菜也不韵不火 但菜色口味不错 值得一试哦 董新闻 食面馆也要讲究报道